女人想离开小镇参加女儿葬礼 却被居民们强行拖走掉了起来 而警长黑哥更是在众目睽睽下抹了他脖子 可居民们非但不阻止法而拍手称赞 黑哥大声说想离开小镇的人就是这个下场 目睹这一幕的特工贝克惊呆了 他和女人贝福利本来准备一起离开 只是他侥幸在追捕中活了下来 他知道黑哥刚刚大声说话 是在警告自己别再想离开 但贝克却并不想买账 他准备再次逃离 很快他发现小镇里会定期进来运输食物的车子 于是他悄悄躲进了车里 随车离开以为自己逃离了小镇 可车子只开了一会儿便停了下来 贝克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车库 还没看清楚周围 远处又驶来一辆车 怕被发现贝克只能慌张躲避 突然他发现了妻子的车 来不及多想他急忙钻进车内 看着车上自己和妻儿的合照 他正思索为什么妻子的车会出现在这里 突然他被人扎了一针 原来是黑哥追到了这里 贝克奋力逃跑 却因为麻醉机要效发作晕了过去 过了很久贝克才醒来 这时旁边电话响了起来 里面告诉贝克 他的妻儿也出了车祸现在刚出院 预感家人可能有危险他冲到医院 可护士却告诉他妻儿已经去了贝克的新家 让贝克来是想警告他 贝克急忙往家赶 在这里他见到了妻儿 原来妻子大美因为贝克许久未归 而且联系不上 担心出了意外就开车来小镇找他 半路上被警长黑哥拦下茶酒驾 随后就发生了车火 再醒来两人就到了这里 大美不知道的是 正是黑哥把他车邮箱做了手脚 这才导致了车火 而贝克也敏锐地察觉到事情有蹊跷 他让两人留在家别出家门一步 然后就到了警局 他警告黑哥离自己家人远点 否则就不客气 黑哥不以为然 说着还用自己的枪来威胁 眼看两人又要大打出手 这是一个神秘电话打来 护士接听电话 然后告诉警长 那头人要他事情到此为止 警长瞬间作罢 贝克也意识到 黑哥背后还有一个更大黑手在操控这一切 贝克只能先回家 在门口他见到了戴帽子的前女友安娜 安娜示意他进入树林 然后他告诉贝克想活命就别调查 他根本逃不出去 贝克直接拒绝了他转身离开 可回到家他发现妻儿不见了 桌上只有一枚戒指 原来他和安娜进入树林被儿子汤姆发现 汤姆立刻告诉了母亲大美 大美误以为贝克来这里玩失踪 是为了和安娜撕毁 与此同时 大美带着儿子拖着行李向离开 黑哥很快追上了他们 两人撒腿就跑 却被高墙电往南下 黑哥慢慢逼近 他一拳将汤姆打倒塞进车子 然后正准备抓大美 危急时刻贝克赶到 他一个飞扑然后就和黑哥牛打起来 但贝克不敌很快就被打趴下 黑哥捡起枪想杀了贝克 因为贝克来到小镇这里就麻烦不断 突然 看黑哥被撞飞 贝克捡起枪走向黑哥 贝克觉得他在吓唬自己 直接给了黑哥一颗子弹 他找到遥控器打开出口大门 可就在他上车时 黑哥尸体被一道黑影叼走了 大门内竟在此时传出了嘶吼